至今还执迷不悟的 也不用去劝他们 铁拳虽持弹道 挨了打了自然就行了 今天不谈主义不谈理想 就来简单聊聊实际情况 最近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先是外贸 制造业订单和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 已经是不可逆了 或许有人比较乐观 放开了之后凭借完善的供应链 物流基础设施还能把外贸订单抢回来 但是对于外商来说 经过这次之后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政治风险太大 机会成本太高 指不定哪天再来一次 它的货源又断档 而产业链走了就更回不来了 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已经开始生产iPhone 外贸订单给谁都一样 但生产线可是要真情白银建厂的 牵液成本很高 走了很难再回来 经济上算是自费武功 被动脱钩 其次是政治上 这个就不说太细了 俄乌这事虽然官方一直在打马呼吟 但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也都清楚 一件事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查 前段时间中部谋审有一架小鸟坠毁 上面有一个外籍教官 哪国人大家应该都猜得到 美国众议院前段时间通过了一个法案 具体名字不说了 关键词轴心 这两年战狼式的外交 肩负淫负的言论效法 大家应该也都建设不少 关系冰点 所以新冷战局势近在眼前 最后是科学和文化上 人大蓝大南大退出国际大学排名 还有我们对世卫组织的态度 这两年队内鼓吹传统文化 中一对吧 这次全球性事件之后 人类有损失 但是也有收获 最典型的辨识mRNA技术 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对未来攻克肿瘤和其他传染病 积累了技术经验 全世界的数据都证明了 mRNA疫苗的有效性 但是有14亿人却打不到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个国家的复兴集团 早就代理了富裕泰的mRNA 销往全球除了自己家 科兴去年利润900多亿 去年成立了科兴地产 科学文化我们算是主动脱钩 交流会越来越少 最后完美闭环 很多粉红叫嚣要脱钩 离开我们西方要玩 实际上我们的GDP当中 私人消费占比只有38% 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这个数字这几年还一直在降 这代表什么 代表居民消费率低 你想靠内需内循环 做梦啊 与之相反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外商投资占GDP高达42% 在加入WTO之后 我们是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国家 没有质疑 脱钩美国人最开心了 美国又一希望制造业回流 已经很久了 努力了几代人 老川普也没办到 结果你自己送人头 美国的GDP私人消费占比多少呢 68% 内需旺盛 最不怕的就是你脱钩 信号说完了 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呢 如果下半年不起风波 未来环境是持续收缩的 长城是越来越高的 而内部呢 这几年扎针捅嗓子 垄断物资之类的产业链 不会罢手的 百万操工衣食所系啊 当然这些东西也不创造价值 它就是零和游戏 少数人发财 多数人破产 中产滑落 贫富差距加大 阶级矛盾会激化 当然也不是没对策 下一个矛盾转移的方式 登岛 但是还有一定概率会起分波 这就不说了 对普通人来说 我们能做什么呢 有能力有财力的 先苟住 然后润 尘埃落定以后 或许啊 会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期 就赶紧跑 窗关上就难了 走不了或者不想走的 减持不动产 降低消费 配置一点硬通货 做好苦难行军的准备 同时放弃幻想 该抵抗就抵抗 理由看我上一条视频 或者你可以选择 打不过就加入 但是日子也不会太好 今年几个一线都停摆 财政上交和转移支付 都是会受影响的 待遇缩水是必然